字幕提供 李宗盛 字幕提供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這幾天天氣比較冷 請大家多保重 其實在冷天大家注意 不管什麼年紀都一樣 每個動作之前先暖暖身 比方說從床上爬起來 醒來之後先在床上手手腳腳動一動 身體關節轉一轉 等身體稍微暖和再起床 然後大家千萬要記得 這是老人家教我的中醫也教過我西醫也教過我是一模一樣的 從以前我也教我的孩子 就是一早起來 一早起來要喝溫熱的水 而且多喝一點 因為晚上睡覺這七八個小時當中 是你身體當中水分蒸發最多補充最少的時候 所以一早起來很多時候你會是你的血液濃稠度最高的時候 那很多心臟血管的疾病 可能就會因為你的血液濃稠度太高而引發 所以記得多喝水 多喝溫水 尤其是在天冷的時候 好 今天呢 我們要再跟大家重新的再一次的重複一遍 就是我們在星期三1月20號 1月20號 在台北市貴陽街的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要進行蔡同學論文不存在之訴 那這次是第二庭 這應該是辯論庭吧 好 所以我們開始呢 會進一步的來陳述 蔡同學論文不存在之訴 我們的主張跟立場 其實我們的主張跟立場很簡單嘛 就是被告如果你認為有請你拿出來 我們指控你沒有 但是你有的話請你把它拿出來 這個答案其實就是這麼清楚 那麼不知道拿什麼地方 你就是拿不出來 那你總是要為自己的說法辯護 同時我們就在這個司法局過後不久呢 我們再做一件來匡證司法的事 就是再把這個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從上一次我們說倒數406天才開庭 一轉眼突破500天了 你呢除了刑事上開庭敷衍我們一下 然後詢問一下 然後賀德恩老師不來 甩都不甩你 你也不具體 你也不進一步有動作 你也不調查證據 你也不去了解一下這件事情怎麼回事 完全對蔡同學告我們 毀謗告訴 完全不進行偵查 奇怪了 蔡同學你跟你的律師 是不是失職啊 你不告 好你的律師呢 你的律師也連元龍 你的律師 代表你去這個 這個地檢署的是誰 這個可能 我們要查一下 因為根本沒有 根本沒有開庭嘛 那可能是你自己告發 好 完全沒有任何的動作 你的有沒有委任律師 我還不知道 因為在這個街規了 你的委任律師 沒動作 你也沒動作 那奇怪了 告完人 500天不聞不問不查 沒動作 好 來蔡同學 你呢告別人 給你保護傘 這個 你說我告你 你是被告 你有保護傘 告人 你怎麼會告完人以後 就告後不理吧 所以這個黃偉檢察官 你也太奇怪了 完全 完全沒有作為 好啦 你不作為 那我們作為 於是我們在後面 不斷的提出證據保全 你還是不理 到後來呢 連回我們都懶得回 我們好像在跟空氣上訴一樣 好 那沒有關係 這整個案子到最後 我們總有一天等到你 我看你能拖多久嗎 同時我們就在司法結過後 沒幾天 我們再一次 向檢察官委員會 提出請求評鑑黃偉檢察官 我們連續兩次要求評鑑咯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你不要裝傻 學長在這裡 我是第一屆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兼發言人 你們去看看出席記錄 我幾乎百分之百出席 我應該是百分之百出席 而且我每一次都認真的參與每一個個案 我去進行調查 那麼我想我在證據調查上面 我應該是最認真的一個 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很多的卷宗 我想我也是最維護民眾的司法權的一個 我可能敢這麼說啦 因為其他人都很忙嘛 其他不是法官 大法官就是大檢察官 要不然就是大學者 只有我一個在台大任教的街頭藝人 所以我對這個案子非常的認真 那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不是只有那個 黃世民檢察官的這個案子 所有人民告官的案子 請求評鑑的案子 我都盡全力以赴 因為我知道 人民老百姓有很多的苦衷 到了法院以後 有一肚子的苦水 法官呢 大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但少部分人給司法造成的非常壞的觀感 這個像黃偉檢察官就是這樣的一個個案 當你辦起司焰案來的時候 33天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當你呢 不知道為什麼又參與了 這個 國會的所謂的這個立委收會的案件 所以我說特徵組雖然廢掉了 可是在台北地檢署仍然有一個 在各地的地檢署仍然有一個形式上的 形式上看不見 但實質上的特徵組 卻轉化為地上 到台來辦一個什麼特 這個專案小組 然後由這個 檢察長 或者是法務部 去指派哪些人進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變相的 被廢掉的特徵組 屆屍還魂 好 我們要來 請求檢察官評鑑 評鑑什麼呢 評鑑 一個就是 沒有正當理由推遲案件 造成當事人權益的影響 情結重大 對啊 你看 就我提告訴的部分 完全沒有調查 就是我是原告的部分 我提告訴的部分 完全沒有調查 對於 這個我是被告的部分 只詢問一次 就詢問人別 然後聽清楚 那你到底要告什麼 就這樣子 對於案件的進行 是完全擺爛 500天沒有作為 一般的 像這樣的案子 大概52天 就必須 徵結或者移送 或者起訴不起訴 好 另外呢 就是違反檢察官倫理情結重大 在這個案子當中 你不但違反檢察官倫理 我覺得你根本就不配當檢察官 你根本就不作為 而且 在這個問訊的過程當中 還有我們提出的 各種要求當中 你明顯的傾向於 你的上司的上司 你的大老闆蔡英文 事實上就是如此啊 你怎麼可以完全無視於我的案子 我是告訴人 這個蔡同學是被告 這個案子完全沒有進行調查 然後任意把十幾個案子併在一起 完全影響被告的權益 也影響了告訴人的權益 所以這一件事情 基本上 黃偉檢察官 我看你很難解釋吧 當然有 也許你懂法律 你會告訴我說 因為這個蔡同學是現任的 這個總統元首 所以他呢 就有豁免權 來來來來 我唸給大家聽聽看 這個是大家的誤會 現任總統的豁免權是有條件的 不是無條件的 我們來看看司法院 釋字第388號的解釋 我逐字逐句的唸給大家聽 也跟大家做個解釋 他說總統不受形式上的追訴 乃在於使總統涉犯內亂罪跟外患罪以外的罪 暫時不能為形式上的訴求 這是一個主要的法條的精神 但是後面有很多但書 這樣的作為並非完全不適用於刑法 或者相關法律的刑法規定 所以這是一個暫時性的程序障礙 就它不是實質障礙 它是個暫時性的程序障礙 所以有些事情這個時候不能做 所以是暫時性的 什麼叫暫時性呢 就是這個元首的任期內 好哪些障礙呢 我們再往下看 而非總統就其犯罪行為 享有實體之免責權 他的意思是說而不是 這個而非不是非總統 而非總統就其犯罪行為 享有實體的免責權 我講大家都知道 總統不是可以在任內犯罪 而是說在任內暫時不追訴 什麼叫不追訴呢 我們再往下看 於總統任職期間 這是一個憲法上面的第52條規定 不受刑事上之訴求 意思就是那個時候 什麼叫訴求 我們再往下看 這指的是刑事偵查跟審判機構 在總統任職期間 就總統涉犯內亂或罪犯罪以外之罪 暫時不得以總統為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而進行偵查 那麼什麼叫做進行偵查呢 我們再往下看 好 偵查呢 包括偵查起訴跟審判程序 就整個不得對他做偵查審判跟起訴 意思那審判起訴就不要講了 你沒有偵查你不太可能有起訴跟審判 不是每一個法官都跟張詠慧一樣嗎 沒有偵查也沒有審判 就直接的判刑 就是判這個不起訴 就是判無罪 駁回 所以 這件事情我們看法是 對總統身份的遵從跟職務行使 沒有直接觀設的措施 或者對犯罪現場的即時勘查 不在此現 喔來重點來囉 就是總統的豁免權 對於跟總統的尊嚴 尊崇跟職權行使 無直接觀設的措施不在此現喔 請問一下我們調查 這個蔡英文同學的這個論文 跟她的尊崇跟總統身份 就是對於總統這個名位的身份 她的當總統身份的這件事情有沒有影響 沒有嘛 因為我們以前講過嘛 不是很多人替蔡同學開罪說 有沒有博士有沒有論文 不是擔任總統的必要條件嗎 對啊 那照樣這樣講的話 有沒有論文有沒有博士 與總統職權跟總統的尊崇無涉嘛 對不對 更何況 我們在追溯的是她27歲的犯罪行為 那個時候她是什麼 她是勒馬飯店千金嘛 怎麼會跟總統的這個權責或尊崇有涉呢 如果你這樣覺得我在凹 我們再往下看 她說對總統的行使職權 無直接關係之措施 請問你 蔡同學她27歲的時候的詐騙行為 她的論文在不在 尤其我們很多案子根本就還沒有追溯 還沒有提到她本人 我們基本上呢 只是在找她的論文到底存不存在 以至於可以下一步嘛 所以這是無涉的 再來 她說 或是對於犯罪現場的即時勘查 不在此限 來囉 她的意思是說 對總統的追溯不包含犯罪現場的豁免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犯罪現場的話 可以到犯罪現場即時勘查 好啦 來了 總統如果涉及刑事案件 有沒有涉及 有嘛 有人告她嘛 而且告她的人還不少 對不對 這件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 已經沸沸揚揚了嘛 那不然如果沒有 那幹嘛開庭呢 幹嘛那麼 刑事也開 行政法庭也開 民事也開呢 就讀你這個黃偉不開 因為你不開庭是你的權責嘛 對不對 你的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調查 當然不是你的權責啦 你應該進行偵查 特別是我告 蔡英文嘛 那蔡英文告我 我又不是總統 對不對 我充其量只是下屆總統的 參選人嘛 對不對 不要緊張 明天不要 媒體不要做頭條 2360萬人都是下屆總統的參選人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資格嘛 沒有到2360啦 大概1800啦 至少你要符合什麼 你第一個年齡條件 然後這個 不會被齒奪公權等等等等 對不對 大概有1500萬人吧 1500萬人都是 所以我是什麼 我不是總統啊 我充其量只是個 小老百姓綜藝咖而已嘛 我憑什麼 我憑什麼 想有 總統的豁免權 所以 蔡總統告我 我 嫌犯啊 我應該進行調查 為什麼豁免呢 對不對 好歹你來我家搜一下嘛 沒收我的錄影器材 對不對 因為這是我的犯罪工具啊 蔡東同學不是說我 毀謀告訴嗎 那沒收一下我 毀謀的工具 就是我的 這個 手機攝影器材 還有這個 這個燈 對不對 沒有啊 你完全沒作為嘛 好 那蔡同學 這個案子的犯罪現場 在哪裡 在倫敦大學 政經學院嘛 所以你應該去犯罪現場 做即時勘查嗎 因為這不在於總統的 保護範圍內 所以黃偉檢察官 你不去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勘查 OK 我到倫敦大學 政經學院去勘查 而且我勘查了半天 我發現 阿朵沒有揮小廚啊 我在 IALS 跟 Sending House Library 面前 我還做了一個 這個 現場的 stand 對不對 很多人已經忘記這一段了喔 來 我來告訴黃偉檢察官 總統的刑事豁免權 不包含對犯罪現場的即時勘查 來 我們看 對總統身份之遵從與職權之行使 無直接關設之措施 或對犯罪現場的即時勘查 不在此限 不在什麼之限呢 不在總統的豁免權的保護之限 什麼叫總統的豁免權呢 就是暫時不得以總統為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而進行偵查起訴跟審判程序 那麼 但是 跟總統的遵從跟職權行使 無直接關係的措施 或對現在 或對犯罪現場的 即時勘查不在此限 黃偉檢察官 你鬧你沒腫 進行調查 那我呢自掏腰包 到了英國倫敦大學去 除了跟倫敦大學的圖書館員 有著非常直接的證據的掌握之外 我還在Sending House Library外面呢 做了一個陳述跟總結 我還說這不可能會修圖書啊 這一段 那時候冷搜搜 大家看看我穿什麼衣服 你就知道 那時候十月份 你就知道蔡同學 有沒有可能十月份穿短袖 好來看一段這一段 在前年十月十九號 我在英國的倫敦大學的總圖書館 Sending House Library 門口 同學們大家好 老師戶外教學 今天呢我又來到了 昨天來過的一個地方 就是Universal London的Sending House Library Sending House Library 你看你花我了一個下午 又到IARS 兩邊圖書館員都說沒有就是沒有 好那來這個地方呢 又看電腦系統 昨天各位看了也是沒有 可是你同學 Jose Molina Vega Enrique 他就是有 我仔細的檢查這棟建築物 看不出來有火燒的痕跡 IARS也是一樣 我看不出來有任何可能是兩個地方都著火 然後同時把你的檔案全給燒掉了 所以至今仍是個謎啦 我這段時間不夠 不然我去找福爾摩斯紀念館 看看能不能關落英請福爾摩斯顯靈 給綜藝咖一點點的這個線索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